謝謝協商 我們覺得好像會在12月正式的學術 應該以一部分國民的身份 來伴隨著這樣的一個 正在進行的一個民主進程的重要活動 先進來提到第三個民主運動生涯 其實在我看來 我們今天談的憲法時刻 一點少數同志全責不符的憲法 不是少聽聞的這樣的用 它是一個簡單的數學跟憲法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我們現在的參與者 有三個政黨 有一位獨立的參選 數學上有很大的概率 就會出現一個少數學 所以把那個名字跟政黨都折掉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節目 接著在我們憲法 對於這個三角行政立法總統這三角關係 它也幾乎就會往前推到一個很可能的 大概率少數證 那這個情況是兩千年八年的經驗 才能經驗的負責 也是可能十倍比嚴重 比現在我們面對國際情緒 國內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裡已經把現階段的情況來解決了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跟憲法問題 我會覺得我也相信 我們可以把人民的負責 然後就去看這個問題 我們可能用什麼方式來面對 我們這些我很佩服的政治人 他們會想到做一件天大的文事 但是在沒有任何具體的基礎之下 像那個所謂的博弈遊戲 也不知道你們體財或體財或成立 也不知道社會的技術就開始進入 我們民主有助 我覺得任何的科者說 你怎麼做不到文書 這真的是一個太難的事情 所以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看到它是一個大壞 我們的民主政治在文言宣傳之後 會太遲再做這些文言 再難的事情 我們好像都希望它會有問題 就是基於這樣的心理 我們再祝福你 對今天這個討論 我們請到了幾位 真的是在這個人那樣 有最踏實的發表 有的人是有最有所謂的 現在很早就看到我們具體的 把這樣的一個心理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健身恐懼的這種 以及高度的期待 來做這樣的一個可行 然後會很浪費 我相信 我們會有 我們會有 跟我說的 一個討論的結果 當然祝福我們這些 正在備受煎熬的政治人物 可以成功的 為我們的這個民主政治 做一個很大的一個 拉開這個民主運動的開啟 謝謝 謝謝蘇理事長致詞 下面我們要開始今天第一場次的討論 我們今天所邀請到的 正如理事長所說的 都是一時之選的專家學者 我們現在要請第一場次的主持人 引言人跟語談人先到台前來 我這裡簡單的宣讀一下我們的議事規則 大家也看到手冊的第三頁 請大家切實的 這個遵守我們發言的時間 因為今天的議程非常的緊湊 那我們也期待等一下有提問的時間 我們提問的規則是 每位提問人 只有一分鐘的時間提問 回應的時間是三分鐘 我們的工作統領會切實的計時 下面我們就把整個會議的進行 請交給我們的主持人陳陸輝成教授 謝謝 馬總統、蘇老師 各位嘉賓大家好 本來我期待會有一個Good Folk 就是我們可以跟馬總統一起照個像 謝謝各位 禮拜六這麼早就來參加這個會議 我們第一個場次是從民意的角度 來看台灣民眾對於當前這個憲政的一些制度設計上面的一些想法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今天請到了賴想衛賴老師 賴老師請他來幫我們解讀 由四星大學所做的民意調查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又另外請了三位老師 來針對這個調查的內容 給我們一些指導 第一位是 是柳哲勳柳老師文化大學 那第二位是台大政治系的黃景棠老師 那第三位是台北大學的劉嘉薇老師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先請那個賴老師 幫我們解讀一下 開示一下這個民調的結果 謝謝 謝謝 主持人馬總統理事長各位先進 那麼我是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賴小偉 接下來就由我來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一次所進行的這一份民調的數據 那這個民調的題目是 台灣民眾對憲政運作認知等民意調查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說明一下調查的過程 那事實上 最近的很多業界的 一般的民調 很多時候在這個基本的調查 資訊都沒有公開 其實這是應該都要公開的 好 那我們這個調查是 委託世紀大學民調查 各種民執行 時間是十月二十二到十月二十五晚上的六點到十點 調查對象是全國二十二縣市二十歲以上的一般民眾 好 那麼我們這個樣本一千零六十八份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之下 它的誤差是超過正負百分之三 各位知道 很多老師在學界教誤差多年 學生都不太聽 但是最近誤差兩個字 成為政壇的熱門的這個關鍵字 那我們的訪問的成功率 是十九點五一 這個就是電話 撥通跟他民眾完成訪談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數據也是很多民調都沒有公佈的 其實不只要公佈訪問成功率 也就是response rate 他還應該要進一步 好 應該要進一步把完整的撥號情況都公佈 所以我們這次的調查總共是撥了一萬七千三百零三通電話 好 那麼撥通的是五千四百七十三通 那完成的是一零六八通 那麼我們在基本的資料的部分呢 這個一個良好的問卷 也應該做卡方檢定 Casquare檢定 讓大家知道樣本的結構 跟母體的結構是否一致 所以我們在男女性別的部分 它的結構是跟母體一致的 好 那麼在年齡 不好意思 在年齡的部分 跟學歷還有居住地區 我們做這個Casquare檢定 那麼都是跟 樣本跟母體都是一致的 好 那麼我們來跟大家報告整個調查的結果 那麼第一個題目是 民眾對於總統有權無責 和習近平院長有責無權之看法 那麼民眾回答同意的比例是三十八點一 包含非常同意跟有點同意 不同意的比例是四十點四 好 那這個數據更有趣的是 我們來看它的交叉分析 好 那麼在次數比我們看交叉分析 謝謝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按照它的政黨支持度 來看這個 對於剛剛題目 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看法 那我們會發現 這個 政黨票 它投民進黨的受訪者 認為我們的這種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看法 那麼跟政黨票投國民黨或其他政黨這樣的一個比例有明顯的差距 顯然這個政黨的支持度會影響民眾對於我們憲政制度 總統院長到底誰有權誰有責的看法 好 那麼另外一個題目是民眾對於總統跟立法院多數立委 是不是應該要同一個政黨的看法 那我們 從民眾的回答也會發現 認為說 總統跟這個 立法院多數立委 最好是 統一政黨的比例 它是34.5 那麼跟上一題一樣 我們來看政黨支持 它的一個交叉分析 我們下一頁寫 好 那跟前面那一題一樣 就是呢 在政黨票 他去投民進黨 以及他政黨票投國民黨 或者其他政黨 包括民眾黨 我們可以看到啊 他們對於這個總統 跟這個立法院多數黨 是不是應該同一個政黨 那麼不同政黨的支持度 看法也有非常大的落差 我們看下一頁 那麼再來這一題是民眾對於藍白政黨合作 分別出任總統或行政院長的看法 那民眾回答贊成的比例是53.5 包括非常贊成跟還算贊成 那不贊成的比例是30.2 那麼一樣的來看他政黨支持的交叉分析 好 那麼跟前面幾題也是一樣的 那麼政黨票投民進黨 只有25.1%的人 贊成這個 由藍白來進行合作 但是呢 政黨票投國民黨的 他的贊成的比例高達73% 政黨票投民眾黨 贊成的比例更高達77.7% 下一頁謝謝 那麼再來是民眾對於2024年 如果是由民進黨政府 繼續來主導組閣的看法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回答贊成的比例是36.8% 回答不贊成的比例是45.8% 那我們一樣進一步來看 他的不同政黨的交叉分析 好 那我們看到 這個整體 OK好 那請大家參閱這個紙本的資料 好 那麼再來就是民眾對於這個民進黨 如果2024年賴清德當選總統 那麼民眾對於這種重演 剛剛理事長也提到 2000年少數政府的情況 那麼民眾大部分都認為說 總統組閣應該要尊重國會的多數黨 那麼尊重國會的多數民意 好 那麼這一個題目呢 是針對我們在憲法徵修條文 我們特別提到 那總統得到 這個立法院得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 那我們問民眾對於 憲法的這樣的一個規定是否了解 那發現 只有28.8%的民眾知道 憲法有總統 得付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這樣的一個憲法條文 但不知道的比例高達70.3% 好 那麼 剛剛問的是他知不知道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教受訪者 他對於總統必須向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他的看法 發現民眾回答贊成的比例也高達77.7% 那麼回答不贊成的比例只有11% 好 所以這個調查的結果也顯示 雖然多數民眾對於憲法徵修條文的這個規定 他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呢 在實際的運作上 多數民眾都希望國會能夠像 總統可以向國會負責 那一定程度接受民意的監督 那落實權力的制衡 好 那麼在民眾政黨傾向的一個分析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的調查也發現 國民黨的這個支持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占24.9% 民進黨23.5% 民眾黨是7.7% 時代力量4.9% 好 那詳細的比例我們參照這個圖表 剛剛指報告這個比例超過4%的部分 好 我們總結來看 提出幾點對於這一次這個民調的這個主張 第一個就是很明顯的台灣的民眾 已經分成了兩大陣營 也就是泛律陣營跟非律陣營 那麼非律陣營包括國民黨民眾黨 在這一次的調查題目上 他們的政治的看法態度是比較接近的 那也就表示在藍跟白之間 因為他的很多看法是接近的 所以呢 確實存在政黨合作和共組聯合政府的空間 那麼 非律陣營的選民結構裡面 最大的差異在於年齡 也就是說 非律陣營裡面 國民黨支持的民眾年齡比較大 那年輕人則 傾向支持民眾黨 那相較來看 兩個黨都存在明顯的年齡斷層 選民的年齡結構分布是不平均的 那非律陣營的選民 因為他的政治意向也是高度接近的 所以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彼此之間 在選舉的時候 也可能產生比較激烈的競爭 好 那麼在於總統跟情願院長全摺的看法 那麼 如果 把兩位首長是綁在一起問的話 民眾在選擇的認知上 他可能產生混淆 但是呢 從民眾對於總統 應該要到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那這一點有高度的共識來看 顯然民眾 是希望總統 能夠受到更多民意的監督 跟權力的制衡 那多處民眾 也希望避免一黨獨大的狀況 這是落實這個權力分立而制衡 Track and balance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麼 在藍白正在協商合作的當下 多數民眾 傾向接受不同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而且呢也可以接受總統跟行政院長是分屬不同政黨 那民眾也 比較不贊成少數政府 也就是呢 即使 這個總統勝選的政黨 他也應該要尊重國會的多數組閣 那麼再來就是民眾高度贊成 總統應該要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報告這次民調的內容 謝謝 謝謝賴老師 我想從那個民調結果 我們大概看到幾個重要的趨勢 第一個 我特別想提出來就是制衡官這一部分 制衡官這一部分 我們看到以前 就這次的調查結果有五成一左右 大概五成二是希望有那個制衡官 那這一部分其實過去的調查非常有趣 在那個國民黨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制衡官也是很強 但是是民進黨希望制衡 我們現在那個民進黨執政之後 就是選民也會換了政黨執政會換了腦袋 那第二個我們其實看到那個 有很強的在野就是在野陣營 他們意見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相近 那我覺得這是有帶於那個未來 我們可能其實在選前後 可以有一些進一步 就在野陣營的部分進一步的討論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那個時間交給 是牛老師寫 好來 我們近來的馬總統還有蘇立市長 還有各位與會先進 然後還有我們來會議的主持人陳教授 還有各位與會的先進好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柳澤勳 那我想就是說針對這個第一的一個部分 我就針對這一次的一個民調 其實做幾個總體的一個說明跟報告 那第一個部分來講的話就是說 從民調裡面相關的一些數據顯示 大概民眾對於現今民進黨的一個執政 是不滿意的 或者是不放心的 就是第一個大面向 那第二個大面向來講的話 也就是說從民調裡面的一個數據顯示 大多數的民眾對於藍白河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那我想就是說 我從這兩個面向 就針對民調上面的一些相關內容 跟各位做一個細部的一個 我自己本身的一個想法 或是說明 第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民調的一個結果 凸顯出大部分民眾 可能對於民進黨執政這幾年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不放心 其實是不滿意的 因為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上面 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比如說國人 他其實有七成以上 他是希望總統能夠到立法院 去進行整個國情的一個報告 這部分也就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 雖然第一題的總統是不是有權無責 而行政院長是不是有責無權 那意見雖然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分歧 那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七成以上的民眾 他希望總統能夠到立法院 去進行整個國情報告 凸顯出民眾對於總統 他相關施政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方向 他希望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掌握度 如果民眾他自己覺得自己立有未代的話 他也希望他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可以在立法院裡面 對總統的一個國情報告 去做比較嚴密的一個檢視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 就是關於民調裡面 他有特別講到就是 所謂一致性政府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是不是整個地方去 行政、立法 都由同一個政黨整個地方去 全彎捧去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民意的一個顯示 他是不希望的 他或許某種程度 也是看到近幾年 就是整個民進黨一致性政府的一個概面 也就是行政、立法、通施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導致了非常非常多 施政上面的一些 令人疑慮的一個地方 不管是我們說的疑案 或者是國民黨立委 或者是國民黨民意代表 他所攻堅 他所指稱的一些 疑似立案的這樣的一些相關情況 他都能夠讓民眾覺得就是說 如果現階段是由一個政黨 單一的一個政黨 過我扛起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他可能覺得在制衡的一個面向上面 或許還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懸念 也會直接的影響這整個的一個 政府行政的一個效率 或者是施政的一個績效 那第三個部分來說的話 就是如果現階段 總統是賴清德當選 那賴清德當選 但是他面對國會的一個情況是 藍白過半的一個情況 因為畢竟只有現階段的一個 立委選情來做比較深入的一個分析來說的話 各家的一個民調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一些評論員 都會認為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認為就是說 今年年底 明年初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情況 可能會非常非常明顯 因為第一個原因來講的話 就是說民進黨的一個施政 未必獲得大多數人的一個滿意 如果獲得大多數人的一個滿意來講的話 不會在很多次的一個民調裡面 都顯示有六成的民眾 他希望政黨輪替 或者是呢 他不希望民進黨行政立法通施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民進黨立委的一個選情 他可能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懸念 包括自己本身賴清德 他自己有相當程度的一些局限性的一個情況 不管是Christmas 政治魅力不是特別的夠 或者是呢 他的團隊也沒有特別的堅持 包括美國現階段 可能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 依賴論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你要說賴清德要做一個很強的一個母雞 能夠去帶領他的一個小基立委候選人 能夠去衝國會過半 我覺得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懸念 因為畢竟現階段的一個新聞議題都在 都被藍白河所主導 那賴清德即便有不斷推他一個國政的一個願景 那但是呢 主導議題版面的那個能力是相當程度的一個弱的 而我們也很清楚了解 就是在你選區的一個選舉裡面來講的話 決勝的一個關鍵 特別會在於候選人他的一個政治魅力 那在政治魅力賴清德又不是特別強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這整個的一個領導力的一個建構 他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政治能量 能夠去帶領他的立委小基門衝過半 這部分來講的話 大多數的評論都是抱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懸念 那再加上藍白的一個協商的一個進程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都有可能會導致這整個明年初的一個立委選情 有可能三黨不過半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是藍白 在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情況之下 藍白他過半聯合過半 那賴清德到底要不要任命國會多數 藍白能夠同意的行政院長來擔任格魁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部分來講的話其實就民眾來說的話 他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期待 即便在陳水扁那個時候執政的過程中間 他並沒有參考國會的一個多數 任命國會多數黨能夠接受的人來擔任行政院長 也就是說格魁這樣的一個職務 但是呢那個時候陳水扁他的一個立基來說的話 因為總統跟立委沒有同時的一個改選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那個時候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他認為他是一個最新的一個民意 所以呢他就不甩就一個國會的一個生態 那可是現階段來講的話 總統跟立委是同時的一個改選 都是最新的一個民意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明年初的一個立法院的一個結構 是三黨不過半來說的話 或者是藍白聯合過半的話 即便藍白沒有和賴清德最後當上總統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到底是由賴清德會認命 是不是能夠認命藍白能夠接受 也就是說國會多數能夠接受的人來擔任行政院長 這個職務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會面臨到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好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也就是說從民調數據上面的一個顯示來說的話 各位可以很清楚了解 有過半的一個民眾他還是希望 藍白能夠合作 也就是說能夠總統或者是行政院長 由藍白來進行整個搭配 那現階段來講的話 雖然藍白的一個合作 有一點點歹戲脫紅 或者是呢讓大家比如說 讓與會的一些先進好朋友 如果您立場上面也比較希望藍白合作來講的話 你可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焦慮 那特別是昨天柯文哲退離大步的一個情況 他願意接受誤差範圍之內 然後他做副的 那但是呢國民黨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回應 似乎讓這個議題還是有卡關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也會認為就是說 既然柯已經明顯的退離大步 他當然有他的一個策略盤算 比如說他也想凸顯出在藍白合作過程中間 他是有非常大的一個誠意的 但是他也希望能夠修補他日前 被認為太過驕傲 或是高傲的一個形象 第三個他當然有可能想把這個 藍白破局的一個鍋甩給侯友宜 那當然他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他是接替器的一個概念 因為他提的全民調 不差範圍之內 我就願意做副手 是簡單清楚易懂明了 但是反觀國民黨的日本模式 或是德國模式來講的話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種複雜性 那柯P或許也在考量這幾個盤算 那但是呢他的球已經丟出來了 我還是會認為就是說 侯友宜也可以適時的去接這個球 因為畢竟侯友宜如果能夠接這個球 也比全民調 畢竟能夠凸顯出 如果從政治傳播上面來看的話 他的鐵漢硬漢有GAS的一個形象 那第二個 我們黨已經進行了幾場萬人造勢的一個活動 侯照理講有非常大的一個底氣 而他的政治能量也不斷在拉伸中 那第三個 柯已經做了明顯的一個退讓 誤差範圍之內他都願意做副手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侯還不直接接球來講的話 可能就會被認為侯真的怕民調 甚至會被民眾看衰 那第四個來講的話 如果就談判一個切割的鐵律來說的話 今天侯接下了全民調這個球之後 他還可以把這個全民調這個議題做相當程度的 談判上的切割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可以切成 調查區間什麼時候 問題的組成排序跟內容是什麼 第三個 哪一些民調機構來做整個調查 或者是呢 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是式化佔百分之多少 還是手機佔百分之多少 這個議題他都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一個切割 切割之後呢就可以進行比較有效的一個交換 大家在談判的一個策略上面 也比較能夠使戰術彈性 也能夠獲得彼此想要獲得的部分的一些相關的資源 這個也能夠保障談判不容易破局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既然民眾對於藍白河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所以我認為呢 科已經退了一個明顯的一步 我覺得侯友宜直接面對接這個球 順勢促成藍白河 或許是一個蠻好的一個考量 好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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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老師提出具體的策略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黃老師 主持人 讓我們各位以臺人 讓我們各位嘉賓 我們理事長 馬乾聰主 早安 大家好 很高興他們這個討論 這對我也是個學習之旅 因為我不是有在做這個 有在評評這個解讀這個民調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以把這個民調分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對我們陷阱的憲政制度的內容的理解或評價 就是說民眾對陷阱這個制度的理解或評價 第二個部分是比較 對當前的政經 內外政經 這個宏觀的情勢下 甚至圍觀我們國內的整個政黨政治的互動的 實際心情的一個期待 好的一個看法 這樣我覺得應該確認這兩個 那就第一個題目就是說 我們這個民眾有三十八 統一說總統是有權無責 但是有事實是不同意 相近這個三八跟四十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這個民調的題目就不容易 因為什麼叫有權無責 有責無權 這個因為他需要精確的界定 是這樣 那所以不是那麼的就是說精準 我覺得至少他應該有一個系列性的 情節報仇相關的議題 那第一個就是總統跟 如果總統所屬的政黨在立法院沒有過半的話 那是不是要這個就是說 就是說是希望能夠統一政黨還是不同政黨 那目前已經有百分之五十一認為說 最好是不要分屬同一個政黨 以免增往盤去 那這個其實應該是適當的反應出 對我們現行的這個雙手掌制或半頭掌制 這個實踐的結果 那麼就是說事實上是增往盤去 那個的一個反之一個反應這樣子 這是一種自負性的反應 而且這個也應該是有點 就是說對未來的這個選舉 也應該有一些抉擇上的一些關聯 第三個就是說我覺得最重要 比較actual就是說 這個希望藍白痕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五 那反對不贊成的只有百分之三十點的 這是個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一個名義的展現 那我想說我們這個藍綠雙方都應該要 就是說政治這樣的一個民調的結果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它背後應該是有那種對民進黨八年執政的一個 一個評價 一個思考 那麼對當前的這個嚴峻的那個 這個地人政治的這個發展的這個結果 那就是說尤其對兩岸對兩岸的這個核戰的這個可能性 以及我們看到這個烏克蘭 或看到加薩走廊的那種嚴重的那個 慘狀的一種的那種反思 以及就是說其實整個世界性來講 它這個全球化或是說整個世界性的這個運作的這個加速化的時候 那它剩下一個比較能夠 就是說能夠堅實穩定的 那回應多數的這樣的一個政府 那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如果說這個繼續這個發展下去 那其實是會是非常辛苦的 是這樣 那第四個呢就是說也是一個 就是說這個你可以說是制度的這個意見反應 或是說也跟選舉有關 就如果賴慶德先生當選總統 但民進黨立萬席是沒有過半的話 事實上有這個 百分之四十五點八 相對一百分之三十六點六 四十五點八是認為說應該不能整晚跑去 應該是要任命這個多數的這個聖堂 那我以上所講這些呢 我想做點隱身的評論 就是我們對這個憲政的這個制度 跟它的實施以來的這個評價 那麼我覺得我們並沒有辦法 建立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評價的標準 我覺得在比如說在這個半衝龍之上法國 它是絕對多數嘛 所以你在評價上它有沒有絕對多數 以及絕對多數後來就是說基本上就是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基本上如果再重啟這個國會選舉 也基本上是總統所屬的這個政黨能夠過半 大概是這樣 那以及這個不行的話就主要共振的這些 我們對那種這個總統選制絕對多數 那麼以及多數統治 以及不得已之下的這個藍綠控制 我們並沒有一個全民性的共識 比如說因為我們的憲法 這個就這樣並沒有這樣慶祝的規定 我們的政治實踐上也沒有 所以就是說這個西方常見的標準 我們是沒有的 那麼我們也沒有內閣制 就是說你這個主閣者必須經過立法案的這個同意 所以一定是過半的這個殘國之上 我們並沒有 所以我們整個在這個憲政的這個認知 就是因為規定之上有點抽象 那學界也其實也爭執不休 那以及這個整個這個沒有建立那個 比較清楚 事件性一致的那種標準 所以我們在評價上的時候 我認為我們是有一種就是說 事實上涵蓋著一種 你說背後有統獨的意識 有政黨利益的 統獨比較上是個人的 那個國家認同認證 那麼有政黨的利益 那麼我覺得 就連起來有後現代性的問題 他不在乎的 他這個 他的行量是多多多多 很多方的這些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可惜 但這個民調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說他指出了 這個在這個當前actual來講 就是說 這個我們希望這個南來合的是53.5 那不同意的只有30.2 這是非常清楚的 甚至是跨越 應該說這個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賴清德先生的 是到現在為止的這個支持度的那個民調 都是市值 然後三十八九一三 好 那我用這個地方來做個 呼籲 我覺得我們這個 現在這個憲法的時刻 constitutional moment 我們這個抉擇 這個抉擇是重要 他影響台灣未來 比如說未來四年 或甚至八年的這個政治 那他也影響到說 這個是關鍵的時刻 我們剛剛理事長也有講就是說 因為這個 就在這個 你可以說世界性在加速的在運作 那地眼政治的這個衝擊 它是加速 它是空前的 那台灣又是 有時候我們會很擔心 美國這個 這個 就是出 這是個原外 有三個國家 一個是烏克蘭 一個是以色列 一個是台灣 那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憂心 就是對整個這個兩岸的這個走向 那麼這個 這個會不會有這個 誤判 那這個導致的這個 諸多的紛擾困難 等等這些 所以這是一個 constitutional moment 我們還沒有講到說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經濟的結構 我們諸多的這個 社會改革的議題 等等 這樣 那 那 如果我們說 是 比如說是出現 就是總統是 就是說是 這個 就是說 三角都 那沒有過半 那 甚至說 另外兩個的 這個 總的這個 得票數 事實上是高高壓過的話 那 如果又是 這個 執意 這個 就是說 提名這個 民進黨籍的 來出任 這個 這個 那我想就是說 對整個國家的治理 是非常 紛亂的 帶來諸多不利益的這個 結果 所以 就在這個 時刻的時候 我們要突一 就是說 我們民眾 尤其就是說 比較是 後現態性的 就是說 要回到說 這是個 關鍵的時刻 這是關鍵的時刻 那 這個選票 事實上 是無比的重要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就可以進步 來要求說 這個 藍白 兩大陣領的 這個主事者 可以嗎 他們應該要 體察這個民意 體察這個民意 那也知道說 我們這個憲法 所謂的 constitutional moment 現在就是正 正是這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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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關鍵的時刻 那我們應該就是說 能夠 理解 並 這個 這個回應 這個民眾的 忘記 英雀的 這個期許 那其中的這個 多數決 包括這個多數決統治的 那這個 他們對國家處境的 等等的 這個展現 那好好的 當然好好的 進行治理 就是說 他們應該要去盤出一個 可行的方法 好 那我就 講一講一講一講 有時候 你用全民調是不準的 因為 我們就像今天報紙所公佈的 德國日本的模式 他都不是只有全民調 他還包括 就是說政黨基礎的 比如政黨的這個 全國的這個 得票率 或政黨的這個 所屬的這個 政治軍領所佔領的這個 職位上的這個比重啊 那他們再來加入這個 民調啊 或等等 這是有一定的這個 我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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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老師 從那個圍觀的名義 到那個宏觀的制度 點出我們現在台灣 目前嚴峻的 困境 然後也有提出 我們現在是一個很好的 憲政時刻 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那接下來我們請 那個劉佳慧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陳富慧教授 還有在馬先進 大家好 馬總統 還有蘇理事長 以及各位嘉賓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受到主辦單位的邀請 來談這個民調的發布 今天的題目是 民眾對憲政運作認知調查的發布 這個調查呢 他其實是非常有亮點的 因為我們國內其實非常少 針對憲政運作聯合內閣 或者是權力制衡 進行民意調查 所以這是在這塊領域裡面 非常少的一個調查 那我想未來只要談到 這相關的主題的民意 這份調查應該都會被引用 那民意這件事情 相對於政治精英 或者是學者 在討論憲政的運作 或是憲政的設計 其實它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也就是說 可能我們學理上 有它的設計 怎麼樣的制度 它是怎麼樣的運作 總統制班總統制 或是內閣制 它有它一定的一個運作方式 那當然我們的民眾 透過了公民教育 他可以知道這個運作 是怎麼樣進行的 但問題是 他心裡可能也有一些 跟學理上運作相同的看法 可是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其實我們透過剛才賴昌偉老師 給我們的解讀 我們有沒有發現說 比如說在有權無責 或者有責無權 這方面的討論 它不一定就跟我們一般 所謂學者 或是政治精英的看法是一樣 而且是呈現一個分歧的角度 好 所以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其實從這份民調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民主 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景趣 好 這個景趣是在於 憲政的運作認知呢 它是呈現一個政治化的情形 憲政的運作呈現政治化的情形 所以它是一個民主很大的景趣 怎麼說這件事情 其實從剛才賴昌偉老師的解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很忠實地呈現了 民眾對於總統有權無責 跟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看法 其實它是受到政黨因素的影響 我們一般認為在民主政治裡面 特別是像是總統制或辦總統統制 這樣子的國家 其實它的權力應該是互相制衡的 不管是三權或是五權 但是我們的民眾其實也有40%的人認為 我們應該貫徹政策 也就是說不一定要用這種制衡的方式 來處理國家大事 所以它是受到政黨的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三段的地方 其實同意這件事情 就是同意總統有權無責 跟行政院長有責無權 這件事情的人呢 它呈現的是一個在政黨之間的認同者分歧的狀況 也就是非律政營的人呢 在同意這件事情呢 是大於這個半律的正義 也就是這裡講到的第二點 民眾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想到的是人 也就是總統現在是誰做 行政院長現在是誰做 以及未來總統是誰做 未來行政院長是誰做 用人來思考這個制度的運作 他思考的不是這個體制的健康 或是健全的一個問題 接下來這份問卷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制衡觀 那制衡觀為什麼是重要的 因為它在整個民主政治的脈絡裡面 我們會期待人民是有民主價值觀的 這民主價值觀當然除了自由觀 平等觀多元觀之外 當然還有一個是很重要的制衡觀 這個制衡觀在我們學界 過去的觀察裡面是非常有趣的 也就是說大家可能都希望要自由平等多元 但是在制衡觀裡面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它會隨著政黨輪替而改變你的制衡觀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調裡面呢 有一題叫做民眾對於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 是否應該同一政黨的看法 我這裡再錄的都是比較簡要的標題 其實在報告裡面它都有完整的問卷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高度的在政治上面有這種政治化的情形 認為要不同政黨的這個傾向的人呢 他的政黨票投的是民眾黨的最多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然後國民黨呢是百分之六十 認為就是要不同政黨 好然後最後才是這個民進黨 而且其實我列出來的這三個 他們都是有超過誤差範圍 就是民眾黨跟國民黨支持的認為要不同政黨都有超過百分之十 那民進黨部分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那中間當然還有一些中立選民的部分 他是夾雜在這個民眾黨大於國民黨大於民進黨的中間 但你可以看到這是高度的政黨認同的一個分書化 其中有趣的是民眾黨跟國民黨的支持者 講支持者有一點點比較嚴重一點 其實這封文卷裡面他討論的只是政黨票會投誰 跟所謂的政黨偏好或政黨認同政黨支持 說實在是不一樣的觀念 所以當然我們就姑且用政黨票來看 民眾黨跟國民黨中間其實還有差異 也就是這次選舉預計要投民眾黨的選民裡面呢 他更支持總統跟立法院多數黨應該是不同政黨 連前面兩個政黨都是有差異 另外還看到了一些趨勢 可能今天的這個報告都會比較著重在政黨的這個差異 但的確是在年齡層上面 年輕的人認為要不同政黨的也會大於年長的 這個趨勢滿明顯的是呈現一條線的一個趨勢 同時女性也是有高於男性 他們的差距都有到6%以上 接著我們下面有一個主題是藍白合作 我們可以看到民眾對於藍白合作呢 也就是分別由藍白來出任總統或行政院長看法 一樣是贊成這件事情的 也是政黨票同民眾黨大於國民黨再大於民進黨 一樣呈現這個比較高度的這個政治的分歧 好那接著我就談幾個我看到這份民調的結論 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一次在選舉在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過去一個政黨在中央執政當選總統最多執政八年 那麼同一個政黨執政八年 這一次是不是會終結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那我們在學禮上知道有一個政黨體系的一個分類 叫做一黨優勢 我倒不會用所謂一黨獨大去形容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一黨獨大是在非民主的國家 那如果當然長期同一個政黨執政的話 就慢慢的可能會邁入這個一黨優勢的這種情況 所以是一個很需要去觀察的點 也是考驗我們民眾的這個智慧 那第二點這次選舉特別的是 其實在選前就已經開始去談憲政的運作 那這樣子是不是有助於選民的選擇 或是更加的複雜 因為我可以看到 我剛才一開始講的我們的運作 好 往下 好 我們的這個憲政運作 理論上應該是單一政黨 如果他在立法院選舉過半的話 那當然是由該黨來阻隔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接下來第二點就是 如果有政黨他沒有過半 或者是這種情況之下 那是多數長阻隔 那我們目前並不知道多數黨是哪一個黨 這個未來會怎麼發生並不清楚 但是他的原則應該就是多數黨來阻隔 好 所以未來會怎麼走呢 好 這邊國外號裡面提到 也許也就像是這個 這個陳水扁總統時期的這個少數政府 或者是聯合內閣 好 那聯合內閣的話 通常就是最想獲勝聯盟 好 我們會那個在組閣時候 那政黨會早跟他意識形態接近 但是又不要過半太多 不然這樣子會釋出太多的這個政治權力 所以現在比較能夠確定的原則 會是這個多數黨組閣 那這裡面有非常不同的組合 就看看多數黨是誰 以及總統是誰 他們都有各種不同政黨的這個組閣的情況 那最後一點我想 剛剛很多先進也都提到了 有70%的民眾 認為就是總統要赴立法院進行國行報告 那當然希望這件事情可望的發生 他的這個法院依據其實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憲法徵修條文裡面的 立法院在每年集會的時候 得聽取總統國行報告 好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劉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放給大家 好 跟各位會場的嘉賓報告 總統因為還有行程 你要先請離開 非常謝謝總統國瑜 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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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曾經 維吱 公投 公先生 已經öz sus 沒 boom 但是 不是 可是 公共都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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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 公共都沒有 對 對 所以 OK 好到我 謝謝 其他會談的先 蘇老师要不要 我今天也是來聆聽大家的高見 剛才這一份民意調查 非常重要 我一定把這個民意調查的結果 帶回去給柯皮做很重要的參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才幾位老師都講得很對 政黨 政治人物 接受民調 接受民意的檢驗 天經地義 現在的民主國家 政治人物跟政黨 季節接受民意調查檢驗的 少之又少 我想 難力合作的關鍵 在民調的這樣的一個技巧 或者方式 那像我們 中華民國憲法協會 今天做的這份民調 我覺得是我看過民調裡面 最公正的這一份 這個值得難力兩黨 大家共同來思考 假如 藍白兩黨 假如將來 這個 這個 不大願意接受民調的 這樣這一框 也可以委託憲法協會來做 我覺得是非常有貢獻的 謝謝 其他在座的先進有沒有 這個問題 可能要請嘉偉老師來回應一下 其實我在看這個民調的時候 非常有感覺的出來 賴老師做這個民調 他很清楚的點出來 在各個題目上面 大家的政黨支持屬性 相當大程度就已經決定了 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現在我拿這個政黨的支持度等等來看的話 支持現在的執政黨變成是少數 然後不是支持這個執政黨 就是全民總體來講是比較多數 因此如果大家都照自己的政黨的傾向來看的話 那結果就會形成在好多問題上面 看似支持執政黨的議題會落入少數 看似支持反對黨的議題會變成多數 其實結構上就變成這樣 那最有趣的就是 但什麼是對執政黨有利 什麼是對反對黨有利呢 這就我覺得博恆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選民把這些東西迷人化 他其實真的看不懂這裡頭這些機構 什麼制度 什麼多數少數 他就把他自己想像的人擺進去 然後他一想這樣擺的話 我喜歡還是不喜歡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一點上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 好比說如果你是站在反對方 是在藍白的 那你被問到說 究竟是不是希望行政跟立法 這個同樣就是府會是一致 以及被問到說 那如果說這個總統的黨 沒有在國會裡頭是多數的話 你是不是贊成少數政府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想像 會讓這個反對打反對者說 我希望是智能的 以及我希望不要有少數政府 因為他可以去想像說 我都贏啊 那我們現在接近選舉 那如果都贏的話 那我還是可以支持行政立法 是一致的比較好 因為就是都在我手上嘛 那所以我就在想 就是這個反對者 當他在把自己的人擺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藍白方的這個選民 他已經依稀接受了總統 比較可能是賴清德 然後在這個情況底下 他在選田達他的這個答案 因為如果不是這個 我們倒過來看 如果現在藍白方已經合了 或者說這裡有一個非常強的總統 那我一想是想到將來的情況 那我說不定就是說 對啊對啊 這個行政立法都是在我們手裡頭 就整個變天 那不是很棒嗎 那我就不用反對他了 所以那個背後 是不是其實有一個 這個perception 在這裡 才會trigger選民 在把人擺進去的時候 做出那樣的回憶 我有這一個確認的問題 謝謝 謝謝院士的提問 我想這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那我現在初步的想法 是這樣子 因為還沒有經過很深的資料分析 我們拿到的是最後的報告 我想選民可能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說經過我們做那麼多民意調查 我覺得他們看了就是 他可能沒有覺得現在 下一任總統是賴清德這個問題 他想的是現在的總統是蔡英文 所以他就覺得 那我們應該要制衡這個民進黨政府 因此他就覺得說 國會的多數呢 應該不要跟民進黨是一樣 也許是我所支撐的政黨 或者是藍白河這樣子的政黨聯盟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院士有講到 是不是有可能隱含了他們認為 未來的總統就是賴清德這個問題 同樣還是民進黨執政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題目裡面其實是有問到這一題的 他就是說 未來如果賴清德執政的話 那麼立院的組合應該是怎麼樣的 對所以這一題呢 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選擇 如果這個題數可以問多一點的話 那其實我們還可以問說 如果未來的總統是侯友宜 或者是柯文哲 或者是侯柯佩 好這個很像在做實驗 但是如果真的有問到這麼多的話 那我想對於他真正的制衡官 可能會更加的清楚那個輪廓是什麼 對我大致是先這樣子回答 如果沒有很清楚的話 等一下再跟樂士交流 謝謝 賴老師 是 剛剛賴老師提出的問題 我的觀察跟剛剛家衛的回答 比較接近 就是很多的民眾 他其實未必是完全認知一致 就是我們當下問他 你對於這種制衡的看法 那想到的就是現在總統是蔡英文總統 那他沒有想到 那接下來也許明年又會政黨輪替 那他可能明年來問他的時候 如果是他喜歡的人選當選的總統 搞不好他的答案又不一樣了 那這也是我從這一次的民調我發現的一個 一個坦白講有一點擔憂的情況 就是台灣的民眾對於這種憲政民主的觀念的落實 其實沒有非常深刻 他基本上還是從他自己的這個政黨支持的立場 來決定他怎麼看待這個憲政運作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有點令人憂心的 以上回覆吳老師 我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這就是政黨認同他 美國選民政黨認同他的那個強大的威力 政黨認同就像一個有色眼鏡 你再戴上了不同的政黨認同 你看世界就不一樣 其實在2000年那時候政黨剛輪替的時候 早期的民進黨他們希望制衡 所以他支持者是制衡的比例是比較高 然後一旦阿扁執政之後 在剛執政的那段時間有一個很美妙的那個轉換 就是綠的也要制衡 藍的也要制衡 可是阿扁執政一年之後那個趨勢就沒有了 同樣的政治信任也是一樣 就是本來民進黨政治信任是比較低的 但是在阿扁執政之後 民進黨的制衡者政治信任就上升 然後那個國民黨政治信任那時候還是高 所以那一年政治信任相對量是比較高的 那同樣馬總統執政的時候也碰到一個這樣的輪替 我覺得背後可能是那個就是政黨認同的影響 好 與會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再議題好不好 各位老師好 我是東武大學舒子強 那個其實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就是從民調上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總統跟立法院多數的立委是否同黨 民眾對這問題會有超過半數認為說 最好是不同黨 所以顯然就是有一個滿明顯的這樣的一個制衡官 那這樣的現象可能在過去 可能不是現在 只是過去 每一切的就是那個時間都有這樣的現象 那我的很好奇在於說 或疑惑在於說 就是說這樣的制衡官 是不是真的能夠反映在投票行為上 就是這樣的理解跟行為 這會是一致的嗎 因為我的一個感覺就是說 因為從2008年以來就是我們總統跟立委是同時選舉 那在同時選舉行為之下 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說 總統會有這個母雞代小雞的就所謂議會效應 所以我們不會看到就是說 在這樣從之下其實民眾不是要不會分裂投票 那如果說民眾在投票行為上不會分裂投票 是我們一般的認知 可是我們在民調上又看到說 多數民眾是認為總統跟立法院是要 是要相互自然是要不一致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說 我的問題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選擇這樣的一個感覺 真的能夠反映在投票行為上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學術性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覺得也蠻好奇的 想聽聽看賴老師或是劉老師的看法 好 謝謝 蕭老師好 我想這個議題喔 我自己出現的觀察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當代美國民主的這個主要的價值 應該是對於政府權利的不信任 把政府當成是必要之二 但是呢這種我們就是說在在憲法學界 在政治學界大家學藝上侃侃和談的這樣的觀念 在民間恐怕不是這樣想的 我們一般的民眾對於政府的期待 還是那種偉大的總統 英明的總統 然後是這種大政府的概念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是不是真的 從憲法決議來看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個 check and balance的一個想法 然後呢他所 你去問他他期待總統跟國會不同多數 我認為他們多數時候想像的是當下的那個政治氛圍 也就是這個總統如果不是他期待的總統 或者這個總統過去的表現他不是那麼滿意 那他就會覺得說應該國會要來自衡 可是如果這個總統 剛剛陳老師也提到 剛剛選出來還在蜜月期 或者根本就是要支持的 他就會覺得總統跟國會 根本就是應該都同一個政黨 這樣才好做事 那這個就顯示出 我剛剛在回應吳老師所講的 我覺得台灣的選民在這種人質上 就是對於這種憲法的憲政主義的精神 恐怕還沒有完全內化到他的投票行為 那至於剛剛提到 就母雞帶小雞的效應確實也存在 但是我自己觀察 也確實有民眾他會覺得說分裂投票 那這兩股力量 恐怕在很多選民的這個思維當中 他就在拉扯 也許我今天看到這個母雞我很喜歡 我就把票投給他站台的立委候選 那也許當下我覺得 從過去的經驗看 也許這個還是不同黨比較好 搞不好又會分裂投票 可能在拉鋸在掙扎當中 我們一下子出錢的回應 好 我也是簡單的做一個回應 我想我們都很想測這個制衡官 但是其實最後可能都沒有測到制衡官 都測到了所謂的政黨偏好 所以蘇老師的問題是說 制衡官有沒有反應在投票行為上面 我倒認為是政黨偏好反應在投票行為上面 謝謝 謝謝各位委會嘉賓 還有我們在場的四位優秀的報告人 跟三位評論 我們再以熱烈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各位老師精彩的這個討論 這個場次就到此 下面是我們茶歇的時間 那我們茶歇到10點15分 10點20分 那請大家可以稍作休息 要進行我們下一場的大事對話 那請馬幾位老師留步我們在這邊合照 那其他我們的與會的來賓 現在可以稍作休息 謝謝 請大家 請問一下 謝謝 ko pero 我一定會讓你來看 我們的支持或是欣賞沒那麼危險 我覺得他的問題的方式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剛才的材料是為了支持他的這個人 就比如說我小夏這個時間 其實是綠藤的支持者 他覺得綠藤背面的過程 他不是去寫綠藤嗎 我們上次是第二塔 第二塔要帶給他 對… 對… 第二塔要幫忙一個人 對… 對… 我們一個人接了 然後… 所以那比例都不高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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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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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會從2000年到2008年 但關不了私人的錢 今天你必須政府的方便 很漂亮 政府的方便 在同一位 跟邵人道一個找 一定要跟邵人道一個 邵人道一個 找個邵人道一個 找個邵人道一個 爲了 那我先找個請 不是嗎 那是 三家店的八店那邊也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是是 那我就要這樣 那要做事 為什麼你們彩虹活動呢 才可以找齊一個人是正常 那我捷運我覺得好 那我捷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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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博中 是啊 因為我有說那個 主要會的運動好 那郭忠祐就覺得車站大概30架 是 反中嗎 那你就看著是耐用 反中 所以希望我們出去 多種消耗 嗯 因為我看到滿腰 那是他心動很大 那是他一直好 那這邊 我其實他是 他就是哈伯跟那個 那邊有這個地方 那邊有這個地方 我突然沒想到 沒有人這樣的說法 就是 gate mine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是綠長 然後放一個 然後放一個 然後再過去 然後再做這個 謝謝 然後再讓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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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想說我要不要擋住 是不是在冷 是不是在冷 我們做全體場 大家是抓人 所以那個 最精采 那個算專線 收集確實比較滿 那我老師問那個真的問到要來 你再問那個 因為他演出是多精采 好像不是 問到一個真正的 他就是凡巧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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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